进入网络科技时代之后 消费市场已经从塑胶货币转变成手机付款 全新网络化机制的Q点国际支付系统 这次来金门成立管理委员会之后 还特别搭乘旅游巴士 前往金门著名的名产跟一品店消费购物 也到几个必游的观光景点旅游 Q点支付管委会主委钱宝成说 Q点支付要让会员跟商家买得放心玩得开心 Q点支付它是一个全球性的支付平台 那它最大的优势就是说我们在这里消费 不管你消费什么东西 它都会有80%的回馈 也就是说你平常你用现金付出去 像我们在这个工厂金门这里 你买了一万块的当地的特产 那你是现金付出去东西拿回来 但是使用Q点支付是余额付出去的 它还会回馈你80%的积分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会员跟贵宾 一大早在住宿的升恒昌金湖大饭店用餐后 就先后到盛主食品 王大夫一条根 马家面线 金合力钢刀 甚至升恒昌购物中心还特别封管 让Q点会员彻底享受消费购物的乐趣 今天来全馆都是Q点支付 那我买了4000多块 那每一个差不多3000多块吧 买了三四千块而已啊 还要再继续买 因为买不会通的啊 对 无通消费啊 感觉蛮好的啊 Q点支付 两折消费 两折消费 然后商家好 消费者也好 大家都好 除了享受Q点支付的两折购物优惠之外 会员们两天当中 也走访湿山炮镇地 民俗文化村 泰武山公园 五宁头 宅山坑道等景点 还品尝到金门道地的美味料理 很好很好 非常满意 感受非常棒 我用我的Q点支付 可以买到任何想买的东西 感觉金门的人也很亲切 然后买东西也很方便 然后旅游啊 然后购物啊 这些东西都让我们感触良多 非常爽朗 这里的气候都很好 然后历史古迹非常的 这样说 很有深度啊 因为对历史也非常的有兴趣 所以在这里非常开心 尤其是参加Q点家人的这个理由 真的是不得了 这次Q点支付的数百位会员 来到山明水秀 鸟语花香的金门 除了参与管委会成立的盛会 也随时随地带着手机 以Q点支付的消费方式 轻松自在到处逛街购物 累积更多的积分跟余额 可以说是丰富了生活 满足了需求 也繁荣经济发展 记者陈文旭 肖又金金门报导 Q点支付 人人支付 Q点支付 人生支付 耶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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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